玉京香是一种美丽而优雅的花卉 它的花语是永恒的爱 高贵和优雅 玉京香原产于地中海沿岸和中亚地区 喜欢温暖而湿润的气候 不耐寒冷和干燥 玉京香的花期一般在春季 但是在温室里也可以提前或延后开花 玉京香作为鲜切花 可以用来装饰家居 办公室或送给亲友 表达你的心意和情感 但是你是否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你买回来一束玉京香 想要把它放在花瓶里欣赏 却发现它很快就粘了 花瓣掉落 失去了原有的魅力 你可能会感到失望和惋惜 觉得自己浪费了钱和时间 其实这并不是你的错 而是因为你没有掌握正确的养护方法 如果你能按照以下几个步骤来做 你就可以让你的玉京香保持新鲜和美丽 延长它的花期 享受它带给你的快乐 第一步选择合适的玉京香 当你去花店或者网上购买玉京香时 要注意选择合适的品种和状态 不同的品种有不同的颜色 形状和特点 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和场合来挑选 例如 如果你想要表达爱意 可以选择红色或粉色的玉京香 如果你想要祝福某人幸福快乐 可以选择黄色或橙色的玉京香 如果你想要展示高贵和优雅 可以选择紫色或白色的玉京香 除了品种之外 还要注意玉京香的状态 最好选择花苞还没有完全打开 或者刚刚露出颜色的玉京香 这样它们还有很大的生长空间 可以在水中继续开放 如果选择已经完全绽放 或者过度开放的玉京香 它们就没有多少生命力了 很快就会凋谢 此外 还要检查玉京香的精和叶子是否健康 没有枯萎 变色 或者受伤 第二步 处理好玉京香 当你拿到玉京香后 不要急于把它们放进花瓶里 而是要先进行一些必要的处理 首先 要把包裹着玉京香的纸 或者塑料袋拆开 让它们透透气 然后 要用剪刀或者刀子 把精底部切掉一公分左右 这样可以让它们更容易吸收水分 并且防止细菌滋生 接着 要把精上多余的叶子剪掉 因为叶子会消耗水分 并且容易腐烂 最后 要用清水冲洗一下精部和叶子 去除杂质和污垢 第三步 准备好花瓶和水 准备好花瓶和水 也是很重要的一步 花瓶的选择 要根据玉京香的数量和长度来决定 一般来说 要选择高度 不低于玉京香精长一半的花瓶 这样可以给它们足够的支撑 防止弯曲或者倒幅 花瓶的口径要适中 不能太大 也不能太小 太大会让玉京香散开 失去美感 太小会让玉京香挤在一起 影响生长 花瓶的材质 要选择透明的玻璃或者塑料 这样可以方便观察水位和水质 及时更换水 水的准备也很讲究 最好使用清澈 无味 无色的自来水 或者矿泉水 不要使用自来水 或者自制的花药水 因为这些水 可能含有氯 或者其他化学物质 会对玉京香造成伤害 水的温度要适中 不能太冷 也不能太热 最好是室温 或者稍微偏冷一点 水的量要适当 一般来说 要让玉京香的精 浸泡在水中 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位置 不要让水淹过叶子 否则会导致叶子腐烂 如果你想让玉京香更加持久 可以在水中加入一些 延长鲜花寿命的剂量 例如白糖 柠檬汁 醋 阿斯匹林等等 第四步 放置好玉京香 放置好玉京香 也是影响它们生长和开放的 一个重要因素 你要根据玉京香的特点和需要 选择一个合适的地方放置它们 玉京香喜欢光照 但是不耐高温 所以要选择一个明亮而凉爽的地方 避免阳光直射或者靠近暖气 空调等热源 玉京香也喜欢湿润 但是不耐干燥 所以要保持周围的空气湿度适中 避免风吹或者靠近电风扇 电视等电器 玉京香还喜欢安静 但是不耐震动 所以要选择一个平稳而安静的地方 避免摇晃或者碰撞 第五步 定期养护玉京香 定期养护玉京香 是保持它们新鲜和美丽的关键 你要根据玉京香的变化和需要 及时进行一些必要的操作 首先 要每隔两三天检查一下水位和水质 如果发现水位下降或者水质变浑浊 就要及时更换清水 并且再次切掉经底部一公分左右 其次 要每隔三四天观察一下花苞和花瓣的状态 如果发现花苞还没有完全打开 或者花瓣已经开始凋谢 就可以用剪刀或者手指轻轻地剥开 或者掐掉它们 这样可以促进玉京香继续开放 或者延长花期 最后 要每隔四五天给玉京香一些营养 可以用一些专门的鲜花肥料 或者自制的有机肥料 例如蜂蜜 牛奶 啤酒等等 按照一定的比例稀释后 加入水中让玉京香吸收 这样可以增强玉京香的抵抗力和光泽 让它们更加鲜艳和美丽 以上就是玉京香的养护之道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如果你能按照这些步骤来做 你就可以让你的玉京香保持新鲜和美丽 延长它的花期 享受它带给你的快乐 同时 你也可以用你的玉京香来装点你的生活空间 或者送给你心爱的人 表达你的情感和祝福 玉京香是一种富有魅力和意义的花卉 它不仅能够美化环境 还能够传递信息和情感 让我们一起用玉京香来创造一个 更加美好和温馨的世界吧